欢迎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新闻的嘉宾是郭sir 郭sir 你好 见到内地股市变幅不是太大 跌1%左右 3025点 跌31点 沪深300指数跌1.1% 3322点 深圳城市跌1.32% 12829点 港股变幅不是太大 跌1.2% 23544点 跌285点 有新股上市 虽然预跌市 但表现不错 编号1181的唐弓中国 招股价1.6毫半 现价2.29 比招股价升近40% 高位还见过2.31 郭sir 很久没见过表现那么好的新股 有些主题 包括在内地经营一些餐饮业务 内需的板块 当然 如果说零售层面 其实在政策的调控之下 大部分都是佛膳触塵的 但我们应该分开说 例如在超市买奶粉 或者一些饮品各样东西 都是有政策调控的 但酒楼食肆 我觉得就好像暂时来说 没有什么相关的措施 很多时我们会 假日回到内地 旅行 或者度假 如果在华南一带 甚至乎北上 可以看到 一些 那些餐饮地段比较好的地方 全部都是爆了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 深圳、中山、珠海 第一轮吃 晚上的餐是6点半到8点钟 就要收桌 限时限刻 一定要吃完 8点钟 第二张桌再上场 去到9点半 一晚可能做两张桌 或者 一些地方可能做三张桌都不顶 其实相关的 一般百姓的消费 是很高的 以往四百多元 整台吃饭十几个人 就有骨落地 有鱼有鸡 什么都有 但现在可能 就要去到700多 甚至800元 当然北上那些 有些更加贵 其实消费 力这么大 就令到 相关的业务 的毛利 是有机会提升的 它的股价的上升 很可能就已经夹杂了相关的 一些概念在 集资所得的资金 是会进一步拓展一些 餐饮的业务 包括在华南一带 二三线城市 再开多些分点 事实上来说 在这个餐饮时 就不一定要去北京 上海这些 一线的城市 或者福建 其他地方 二线城市 都是 生意都很好 因为主要来说 大部分的 消费者是愿意 花费出去 做一个晚膳 或者一个 餐饮的消费 我自己觉得 股价 今天 去到 现在这一刻 两个三分钱 相对一个六号半的 招股价 有差不多 四十几个百分点 就升幅了 二线股 或者一些 世价股 如果个别 有一两种 出现的情况 会令到 投资者 对新股上市 的信心 或者意欲 是会重燃的 当然 还要看看 基本的业务 如果 零售的层面 好像 唐弓 其实 稍微 受到注意 这个应该 可以理解 但如果 业务 是偏离了 这个板块 或者一些传统的工业 或者其他 范畴 可能市场的反应 又会比较冷静 始终都要看 股份本身的基本因素 我就觉得 无论如何 如果一只股份 新上市能够有30-40%的升幅 只有一个解释 除了他本身基本因素强之外 最重要是什么 招股的时候 定价 不要太过进取 稍微定低一点 留一个空间 给市场上 走 就皆大欢喜 是不是 郭老师 我又看一些报导 就说 每当有些大型的新股 即是 要即将上市的话 市都会跌 看回人民币计价的汇言产业信托 上个星期开始招股 看到港股同期跌了1.6% 问一下郭sir 你怎么看这个新闻 你觉得是巧合还是怎样 巧合而已 没有绝对的关联 因为大市刚才我提到 市已经升了2345点 稍微跪跪地要消化 是很正常 其实有另一个走势会出来 如果去到24468点 那一刻 指数再进一步向上推 一定要靠汇丰 中移动 中仁壽 长河 新地 如果这几只股份 再进一步推上去 指数根本上可以直视 去年11月的高位 24988 但问题就是 一些传统的蓝丑 即我刚才所说的几只 是原地踏步 是没什么开车的 变了市场开始 放慢 而且升了2000几点 老实说 调整了几百点 是很正常的 汇严其实来说 我自己觉得 刚好在那一下 就开始公开招股 其实 开出来那一下 势头仍然是很好的 但问题就是 之后 一些主打蓝丑 不肯同步开车 就变了 市况就试一试气 这个和 汇言 或者一些大型的 上市活动 会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完全没有影响 好啊 刚刚提过 几只本地地产股 看看今天的表现如何 长售跌1.500% 124.5 跌2 而行地跌1.1% 53.95 新地跌1.1 122.1 而新世界地产 跌2.4 13.78 而信网置业 跌1.8 13.84 问一下 郭sir 看到 刷息越升越多 看到很多 银行方面 都转回去做 批案 其实 按揭方面 我想 大部分人买楼 都要做按揭 其实 如果 刷息越升越多 或者如果 迟些美国加息 那些楼市会不会跌呢 首先来说 如果提到 美国加息先 因为美国的 失业人数仍然高 楼市仍然是低迷 仍然是 量化宽松 货币的政策 所以 息口当然会提升 但我想不是短期的事 除非你的经济 真是明显的转好 而且 通胀开始明显的升温 才是急迫轻性 或者会将 银筋 稍为捏紧 但这一分钟 通胀数字仍然是低迷 所以我自己 不觉得美国有迫轻性的 息口要提升这个需要 既然美国没有 息口提升 这个需要 基于联系汇率之下 港元也是 没有条件加息 至于银行同意刷息 轻轻升温 或者有些银行根本上 不用HIGHBOX来做一个流岸的业务 其实也可以理解 因为近期中央政府 不断提升 银行准备金和加息 令到内地一些企业的融资 真的很困难 有不少的企业 都来到香港这个平台 进行融资 其实香港银行 亦都是 选择性的来贷款 但这方面 我自己觉得 令到银筋 鬆 但不是鬆到 好像早前那样 摆住桌面 我要借出去 要推出去 因为实际上以HIGHBOX加一点 来做一个流岸的贷款 其实务利是相当比较低 但是 看回来 有不少银行现在还维持P-3 阻挡水 或者P-2.75 以P是5厘 或者5厘25厘 来计算 供款息率都是2厘多 相对来说还是低的 我自己觉得 十几年前 我们供楼的时候 是十几厘息 现在供楼 两厘多 其实来说 一点都不贵 就算 HIGHBOX加多一点 会不会影响楼市 当然不知 供款供多一点 你说完全没有影响是假的 但大致上来说 我觉得 职业者来说 应该 不会介绍那些 最重要是 楼市能够平稳发展 以及 楼价就不要 过分添价 职业者来说 我相信 在需求 主导之下 仍然 落意 作一个选择性的 以用家为主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都要一会 回来 继续有 发达 赶场的环节 继续是 郭sir为大家 看其他板块的表现 恒指 跌 266点 23,564点 成交23,000多张 上证指数方面 跌幅都收集 跌近0.85% 3029点 跌近27点 而护心300指数 跌近31点 3328点